今天8月6日,現在晚上吃完晚飯 因為根團來了佛山九江希爾頓慧亭酒店 隨意在外面走拍拍分享給大家 出來見到路牌,這裡叫玉林西路 好像對面有些店舖,沿這裡過去 過了馬路拍對面,希爾頓慧亭酒店 根團今晚在這裡住,這間房間可以 大家留意我出片 好,這裡先過去,走過來 只是分享,大家亦不會說過到來 給大家知道九江市,這裡是嗎? 周圍的環境,入一點的中國內地 其實都OK,不差的,發展 所以現在中國都今時不同往日 可能以前我們小時候看到的中國和現在都會不同 這裡又有眼鏡譜,我想有需求 很多人都需要戴眼鏡,因為我都是要戴眼鏡的 所以有時候我都分享一些眼鏡店給大家 最重要找到自己適合的眼鏡譜 這些養生館也是按摩店 旅遊,在酒店附近,一定是有這些按摩店 這間是口康診所 有些是服裝店 看到有巴士 那些是賣煙、賣酒的那些 路線的這條路叫太平西路 對面有個第九人民醫院 南海區 這裡前面,我看到暴行街 對面就是九江、惠龍城 我未必認得清楚,先走前一點 九江、惠龍城、暴行街 周圍環境 咦,有華萊士 有燒烤店,不過沒有開燒烤店 可能是倒閉了 這裡也是這樣,暴行街 很安靜 石鍋魚、燒烤 好,繼續走 原來我又過了對面馬路 到這裡,隨意周圍拍 這些地方很安靜 沒辦法,二、三線城市是這樣 不如大家知道 這裡的環境,有些茶飲的地方 感覺上都頗悠閒 不錯,其實你問我 有沒有價錢,來到九江 那些生活指數 有些人都說廣東話 即是說白話 這些地方應該很多人會說白話 這些食物 這個店 還在開攤 這些 這些 手機殼 這些 上面看到華為 有東西走路 前面 帶大家四處遊遊 九江市 是佛山的 應該在這裡 我應該 應該沒說錯 我對大陸地利 不是這麼熟 跟這個團來到這裡隨意到處拍 如果大家留意我出片 看看我的旅行片出了沒有 這個就會知道 如果看出了那些運動服裝的台紙 如果看到出了旅遊片就知道我這裡是哪裡了 周圍很安靜 沒有辦法這些地方 前面也有很多那些牌子 我想假期應該是黃的 這些是有原居民的 原居民會逛街的 即是每個地方就算二三線 就像淡水那些也是二三線 也有很多人的 那些運動牌子前面也是 周圍先看 走那邊好像是黃一點 那邊走到這裡 我看到對面 就叫九江商業步行街 對面好像有個什麼 百佳禮商場 先看看 那邊走到這裡我想看這間店 它有便宜價的東西 我最喜歡看便宜價的東西 先進去看看 進到這裡 這個也是超市形式 我覺得 是不是很便宜 不知道 暫時還未看到 不太好 那邊走到這裡 那裡都有 真的什麼都可以買的 進來 看看 還有這些 還有這些 這些超市 我覺得這些 就是原居民的超市 我叫做 便宜價超市 超市 我裡面也很深入 都 有這些賣 日常用品 零食 水 還有風扇 還有一些紙巾 風扇 百多元有一把 這些 全部百多元一把 這些 清涼茶 那些 綠包裝 有米 玩具 玩具 也有 後面也有一些 小型電器 內衣 也有 看見很遠的 小型電器 有這些 電飯煲 游水用品 水泡 電水煲 旁邊 毛巾 籃球 都可以買 毛巾 很多選擇 襪 什麼都有 日常生活所需 這些 玩具也有很多 我想不到 這麼多玩具買 這些 購物的商場 什麼都有 鞋 就是 其實 看完這些 我們覺得 我們香港人 其實都很富足 很富有 就是富有意思說 不是很有錢 但是 你所要的東西 可以隨手就買到 或者隨手可以得到 就是我們 在自小的香港長大的 其實都沒有什麼缺 其實說真的 就是過到這些地方 我覺得 可能他們這裏 都只有這間 店 這些 椅子 那些盤 就是在香港 可能我們覺得 太方便 就是下到街 你想買什麼 就有 是不是 其實 沒有說有沒有錢的 香港 沒有錢的 有沒有錢的好處 是不是 政府可能有得福利 要有資格 才拿到 所以有時候 沒有什麼所謂 這些 八個八 以前我們就很努力去做事 賺錢 是不是 其實 有時候 現在都不知道 為什麼 就是 為個生活 叫做一間屋 如果說沒有能力的 申請公屋 挺好的 真的 所以有時候 真的 怎麼努力 或者怎麼生活的形式 其實都沒有一定的標準 就是 我大膽說 我們那一代 我們 又不是說很大年紀 都很努力去做事 就算自己今天 擁有的東西 都是自己辛苦 去做事回來的 好 走出去 有時候和大家 聊聊聊天 我都會喜歡 周圍 其實沒有什麼行 但都拍給大家看一下 二三線城市 晚上的情況 就是這樣的 三四線 還不知道 我朋友說是三四線 我覺得OK 這些 這裡 看到有一間絕美 全中國都有分店 賣衣服 賣童裝 那邊有很多人吃東西 我看已經買了 這些 手袋 前面有茶飲 就是飲品 那些 對面 都有的 大排檔 這個 八號燒烤 看到也有人吃 雖然不多 這些 連鎖店 這裡都有 這些是燒烤 不是海鮮店 不是吃海鮮 這裡 烤羊肉 這些是簡單單單的店 生活簡單 旁邊見到一間 涼茶店 這些 涼茶店 我想是否也有些特色 是價錢的 看看 照片 有些什麼 感冒 寒咳 這些都是 因為中國人都是這樣 喝涼茶 這些 那些 再用這些 吃燒烤 那些 我覺得這裡 哪有走過 看看有沒有行 那夜 還有一些 生果 蔬菜 這個 便利店 這裡有些店 玩具 玩具 文具店 裡面也很大 也很大 頭盔 電動車 那些 頭盔 這裡有很多鞋賣 這裡也有東西賣 原來走進去 全部買鞋 也有很多選擇 都是鞋 這間鞋很大 很多兩下 基本上都是 我走回頭 看看這間 文具店 那些 滑板 也有 給大家看看 內地 大陸 上高多少 有袋 呼拉圈 這些是防曬的衣服 現在很流行 穿長袖 因為太熱了 你看這些 風扇仔 花款非常多 這間店 也有兩層 高 這些 踩路 那些鞋 百多元 二百多元 現在特價百多元 計數機 什麼款都有 讀書就對了 買計數機 筆 什麼筆都有 這些筆都有 不同的號數 代表筆心 今晚的粗幼 有多少 花款 真的很大 你看這些 籃球也有 真的很大 真的比較集中 這些 小朋友喜歡 你看 多少 球扒 有 有 這些 什麼都有 這些 頭飾 什麼都有 這間真的 文具店 什麼都有 都很深 你看到 我都不走進去 進來看看 這間 原來都是這麼大的 你看些頭飾 這些都是頭飾 碗碟碟碟也有 很多款式 牛式 碗碟碟碟碟也能買 茶杯也有這麼多款 你看看 厲害 厲害 真的這些 水壺 什麼都有 款式多到 數之不盡 真的 好大間 這間 鬧鐘也有這麼多款式 真是多美 這些鎖匙扣 都很美 這間店真的非常大 它中間是收銀的 你看 都很多街坊買東西 走出來 周圍環境 這是什麼 信機全盛 吃什麼 糖水 我看到也是 這些 電訊店 這些 中國電訊 這些 周圍 那些是麵包店 不知道是不是 九缸 匯龍城 暴行街 看到有零食譜 那些 小米 也有 不知道大家看清楚 手機數碼也有 好 向前走 看到麵包譜 因為要夠冷氣 先量一下 晚上 都可以幫人買麵包 很漂亮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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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事卷 很軟 很酷 很酷 這裏是六角半 這個 沒有 眼裡 雞蛋撻過半了 看 這裏是過半的 OK 很酷 拍下物價也好 這裏有很多層 有千層 五個八 榴槤 這是什麼 雞仔餅 這是什麼 一包 十三個多 一包 老婆餅 也是過半 這裏是綠豆餅 兩元 十五個 看 這些 看 這麼晚 五元 這裏很熱鬧 今天晚上買麵包 吃的 他們流行 這裏 十元四個 蛋糕 百多元 這裏有一個 這裏都是118元 挺漂亮 不錯 這裏有些公仔的 都是百多元 這裏花 這裏是否值得 這裏是二零八 現在是八點半 晚上 這裏廟班店很熱鬧 周圍環境 外面有些生果店 向前走 這裏都關了 這些賣一隻 床上用品 都關了 結婚那些 被鋪 市裝店 看到有人 都未關鋪 藥房 都是開門的 有些店鋪都會開門的 又有一間 涼茶店 舊式涼茶店 舊式涼茶店 是嗎 這裏很多人都會說廣東話 我一直都會說廣東話 你們都會說廣東話 不知道 這些 彩椅 這些店 有非法店 應該關了門 都有人在 這裏 是在做廣東話 有些人都會說廣東話 都會說廣東話 旅遊區 做廣東話 按摩店 按摩店 就是給店租 還有人就在 如果真的自己做廣東話 那裏 成本應該很低 這些應該 這裡是士多 這條叫做教育路 這些士多 周圍的路就是這樣 我們都是繞一個圈回酒店 賣茶葉的地方 這些商店 賣衣服 關門了 生活簡簡單單 每個人出身的地方都不同 這是一定的 我們來這裡住就覺得悶 因為我們習慣了香港的環境 未必是在這裡適應 來旅客遊 就真的沒什麼所謂 這些都是營業中的 很多衣服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是老闆 有時間開晚一點 其實真的沒有生意 真的很難說 這麼晚 說真的 遊客就不會去買衣服 其實我走這些兩旁 全部都是住宅 看到這些 裡面都是有人的 即是他們真的開到這麼晚 又靜 但也開到這麼晚 這也是 這也是 時裝店 我想有燈給我 有人 對 都是正在開的 看到有人在裡面 生果店 番薯 又抹 麵包店 這麼晚都還沒有生 差不多到9點了 可能是否野生活 野生活意思是 做到晚才下班 那麵包店 有需要 所以開到這麼晚 這間店 賣輪椅 那些 那些 是藥房那類 是不是 什麼都可以買 那些 我看到對面 是雪糕批發 那些 藥房之類 那些 那些 再向前行 那些 這些 我都是賣 童裝的 這些 童裝的 店 鞋 這裏 不是鞋的 我都 對 是不是都營業 應該 對 有人的 對 有燈就應該有人了 因為我想 環保 那有燈才有人 這些 那些賣飲品 啊 水果 的 店 這些 很多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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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用品的 店 都是 這麼晚都開門的 可能真的 自己生意 天氣 又 不算熱了 今天我覺得這個晚上 夜晚 下午都OK 下午都很多室內的地方 我們都看 看表演 今天晚上走 這裏都舒服 那裏買鮮花 這是什麼 這些店 麵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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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晚都不關 有員工 看到這些員工嗎 可能看不到 有員工在裏面 剛才拍不到 還有這麼多麵包 是否24小時 真的不知道 一路拍都給大家看看 人的生活 這間很大間 這間像超市 進去看看 這間超市 這間叫做聯興百貨 進去 進來 雪櫃 風扇 整間超市 有東西吃 有東西喝 現在都差不多9點 現在是晚上 有用品 很多電器 原來旁邊 有些洗衣機 那類的 那邊有糖果 買的 真的超市 這邊是電器 毛巾 封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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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把 什麼都有 做日常的東西 走到那邊 大家安在家中 看看我 去旅行這裏 拍一下二三線 城市 那些 面貌 是怎樣 那裏有多杯麵 那裏 這些 乾貨 都是這樣 這裏 這裏 葡萊 汽水 零食 這裏 都是這樣的環境 這裏 沿途 髮型屋 都沒有收檔 這裏 真的很多夜 夜生活 夜打 這些都沒有收檔 那些衣服 真的有人買東西 真的告訴你 那今天是星期二晚 平一來 外面有一個 叫同場市場 現在晚上 飛行水 士多 皮水 這些是螺絲粉 還沒生鋪 還有人在 我想可能是自己生意 這些 都是沒生鋪 這些是食物的 糖水是嗎? 是吃糖水 我都不知道吃什麼 好像吃糖水肯定 這些是藥房 又是微山泡 花店 真花是假花 這些是假花 對面 對面的環境 這裡也是有食物 這個沙原小吃 這裡有個招牌 有燈 即是有人 即是幾小時吃東西都可以 即是這裡幾夜回來 或是做完東西回來 都有食物 這些都是 我的水果店 我知是賣其他東西 有個路牌拍攝 西勝路 在酒店裡 走個圈 走到回來 對面就是我們 剛才那個 希爾頓 惠亭酒店 閃著燈這個位置 這間酒店都OK 沒有分什麼星 因為可能在九江這裡 即是在佛山 就沒有多少星 這間 當然沒有其他 希爾頓 那些高級 但也舒服 剛才過馬路 過來就是眼鏡店 就是這個位置 好了 過馬路 過去酒店那邊 過去 那邊看 沒有店舖走 這裡都是早 這些地方 對我們來說 比較靜 就不是那麼多娛樂 跟團就是這樣 可能都要控制在成本裡 跟團 不差的 你問我 不要要求太高 幾百元的團 過馬路那邊 那邊的直行 可能都有些店 再走一下 酒店門口 我都繼續走 走到前面 看看有沒有商店 可以分享一下 這個酒店出來 就是這個位置 原來有麵包袍 麵包袍 真的收得很硬 應該有需求 前面有一個店 走一下 也可以在酒店旁邊 有東西買一下 不過我們都吃得很飽 今天在酒店裡 我想說 我覺得這次跟團叉 你問我 這間應該是超市 順客龍 九江店 很厲害 看這間 這間 在酒店旁邊 已經有一間 超市都可以 算是這樣的 是不是 很多冷的東西 喝一下 喝汽水 乾貨 零食 刺子 日常生活 這些 蔬果 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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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這些 行李也有 蚊棒 風扇 前面也有 前面 賣酒 也有 風扇 也有 這些 這些都要白 這些都貴 如果你問我 是不是 美的可能有牌子 涼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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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乾貨 就是這樣 走回來酒店 其實這間酒店 舒舒服服 這樣 不是很豪華 但始終在希爾頓旗下 都不差 還有 好像這兩年 再去 裝修 這些位置 可以坐在這裡休息一下 喝杯東西 再上去 我們坐在這裡休息一會 因為它 可以有自助咖啡 喝杯東西 再上房 這個自助咖啡 雖然晚上 都喝一杯 冷的咖啡 因為它 酒店又免費 那 坐一會 因為外面都沒有什麼好走 外面都 這樣 我這條片拍到這裡 大家都要留意我那個 跟團 那條片 這裡是我走周圍的 街 那些 二三線城市 城中村 叫做 帶大家周圍走一圈 希望大家喜歡我分享 大家可以留言 給LIKE 最緊要給LIKE 還沒訂閱 記得訂閱 說多一句 我最後多謝大家收看